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聚宝盆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村子 一天有一户人家推着破车带着瓦罐 来到了这个小村子里 这家一共四口人 丈夫叫做华梁 妻子叫做梁花 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达的四岁 名字叫华龙 小的两岁 名叫华虎 梁花又怀了身孕 很快就要生下第三个孩子了 但因为老家山东闹了饥荒 没有办法才逃到了这里来 到了村子里 夫妻俩找了一个破庙 安顿了下来 这间破庙原本是一个财神庙 但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人来祭拜 日久天长变得又脏又破 乱都不行了 夫妻俩又扫又洗 一连干了两天 才把小庙收拾出了个样子来 梁花见财神爷的巷 东倒西歪的满是灰尘 还特意用水擦进了神台神像 将财神爷重新立好 拉着丈夫一起 恭恭敬敬敬的拜了又拜 祈求财神爷保佑一家人平安 后来 华梁到村子里一户姓潘的财主家里 找了一个耕地种粮的活 成了潘家的伙计 梁花会做面食就在自家门口支着个小摊 每天在屋里赶好面条 然后拿出去卖 大家都觉得梁花做的面条好吃 纷纷来买 一家人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而才是妙 因为来买面的人多了 一来二去也便有了些香火 一天夜里 华梁睡着觉 忽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他在耕田的时候 挖出来一个大瓦盆 他刚捡起来 就看见迎面走来的一个白胡子老头 老头走到他面前 对他说这是一个宝盆 放一粒米就能变成一盆 用的好 一家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如果用的不好 就会家破人亡 说完老头就离开了 华梁原本以为这只是个梦 但没想到第二天 他扛着锄头去耕地的时候 一锄头下去 竟然真的挖了一个大瓦盆来 华梁吓了一跳 连忙把他捡了起来 走回了家 他把事情给梁花讲了一遍 又把瓦盆拿了出来 给梁花看 梁花半信半疑的接过宝盆 抓了一把黄豆 放进盆里 只见盆里生起一阵白雾 白雾散去 居然变出了满满一盆的黄豆 夫妻俩又惊又喜 华梁拿过床上的一枚铜钱 就往盆里搁 却被梁花拦住了 华梁说怎么了 梁花想了想说 你梦里的那个老头对你说 如果用不好就会家破人亡 我们要靠自己的勤劳吃饭 不能靠这个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华梁想了想 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 从此 大瓦盆除了每天和面以外 不放任何东西 华梁仍旧每天去耕地 梁花也还开着她的面食摊 不过他们不用再去买面粉了 每天卖完面条 只要抓把面粉放到盆里 第二天就是满满一盆面 但华梁却没有死心 有一天他趁梁花睡着了 偷偷的往盆里放了一个铜钱 第二天早上起来 梁花一看 竟然出现了满满一大盆的铜钱 梁花非常的生气 他把华梁拽了过来 问他 是钱重要 还是我和儿子们重要 华梁知道自己错了 低下了头 梁花又说 这钱啊 我们就用来修弃财神庙 再把财神爷诉个金身 一个子你也不许乱华 一晃又是好多年过去了 梁花和华梁 靠着卖面食赚了不少钱 他们在财神庙旁边盖了三间大瓦房 这年发生了大汗 田里颗粒无收 饿死了很多人 梁花和华梁商量 发放馒头 救济灾民 第二天 梁花蒸出了一大锅的馒头 拿出一个 放进了聚宝盆里 一转业就变成了一盆馒头 就这样 一盆又一盆 没过多久 馒头就堆成了一座小山 华梁和儿子 在自家面食铺前面支了个摊 免费向灾民们发放馒头 不一会儿 门前就派起了长队 人们一船时十船板 都到华梁家来领取馒头 大家都对华梁和梁花夫妇感激不尽 十几年过去了 华梁和梁花都老了 他们的三个儿子 华龙 华虎 华豹 也都长大了 华龙开了饭店 华豹开了布店 华虎继承了副业 耕地种田 一天 梁花生了重病 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觉得自己可能命不长了 临终之前 他把华梁叫到了床边 指了指聚宝盆 又比划了几个手势 意思是说 大儿子有饭店 二儿子有田地 三儿子有布店 都能吃上饭 留着这个聚宝盆 也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应该把它埋进地里 免生祸端 可是华梁却没有明白梁花的意思 还以为他是说 三个儿子都能吃上饭 这个盆就自己留着 谁也不给 没多久 梁花就去世了 华梁给三个儿子分了家 自己带着聚宝盆 跟二儿子一起住 老大华龙和老三华豹 每人分了不少银子 但是老二华虎 只分了一些卖种 老大老三 见到老二只分了这么少一点 还很高兴 心里十分疑惑 兄弟俩找到父亲 疑问之下 才知道父亲有个聚宝盆 兄弟俩可乐坏了 连忙把聚宝盆抢了过来 老大老三心想 这下可要发财了 只有老二觉得 不劳而获 不但不是好事 反而会招来获端 于是 老大和老三约定好 每人轮着用一天 老大把聚宝盆抱回来家 连忙把一定银子放进了盆里 马上就变成了一盆 倒出来 留下一钉 不一会儿 又变成了一盆 老大夫妻呢 就这样一盆一盆的倒着 银子越来越多 整个屋子都堆满了 可他们还是不停的变 忽然只听轰的一声 墙被银子压垮了 夫妻俩都被压到了底下 华梁和老二老三 得知了消息 连忙赶来 在废墟里不停的扒 老二和华梁是想要救人 老三确实想的是找到聚宝盆 可是扒了半天 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 老二和华梁没有找到老大 老三也没有找到聚宝盆 废墟里也没有银子 只有一块一块的大石头 好吧 聚宝盆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很久很久以前 凤凰还只是一只平凡无期的鸟 那时 它既没有孔雀一样艳丽缤纷的羽毛 也没有百灵一样婉转动人的歌喉 它浑身上下的羽毛都是灰色的 困在白鸟群中一点也不显眼 它之所以后来被选为白鸟之王 是因为它的勤劳和善良 那个时候 白鸟都居住在一片大森林里 森林里的果树众多 花木繁盛 而且连续很多年都风调雨顺 没有灾祸 在这样的环境里 鸟儿们每天只知道吃喝玩耍 从来没有想过要积攒什么 只有凤凰不同 它每天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四处的采集果实 古物松子 橡果 然后把收集到的这些食物 都储藏在树洞里 有时别的鸟儿吃剩 或者扔掉的果实 凤凰也会很耐心的 一颗一颗捡起来 藏到树洞里 别的鸟儿看凤凰 成天到晚因为捡粮食 而忙个不停 都笑话它 喜鹊站在枝头 嘲笑凤凰是个财迷精 大傻瓜 乌鸦也笑话它 白白的浪费时间 也有好心的鸟儿 不忍心看到凤凰被嘲笑 就劝它说 你不要再捡了 捡这些有什么用呢 森林里的食物这么的充足 我们非到哪都能吃得饱 藏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凤凰听了说 虽然我们现在食物充足 但是如果有一天发生了灾荒 我们就什么吃的都找不到了 如果现在不储存一点的话 到时候就只能挨饿 鸟儿听了凤凰的话 有些不屑的说 你看现在风调雨顺 鼓鼓风登的 怎么可能会有那一天呢 凤凰听了 只是笑了笑 就又低下了头 继续收集粮食 鸟儿见 劝不动凤凰 就只好摇摇头飞走了 只过了三五年 森林里发生了大旱灾 山上的花草树木 全枯死了 就连以前 鸟儿们不懈吃的树根草皮 也都被饥饿的白鸟 吃个精光 树根草皮 都快吃光了以后 鸟儿们再也找不到 能吃的东西了 它们一个个呀 饿得那是头晕眼花 快支撑不下去了 这时候 凤凰忽然出现在 白鸟的面前 冲着白鸟喊道 大家快跟我来 鸟儿们不知道 凤凰想干什么 一个个摇摇晃晃的 站了起来 跟在凤凰后面 来到了一个 山洞的前面 凤凰走上前去 一下子掀开了 掩在洞口的稻草 哎呀 白鸟们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 山洞里摆满了 果实 稻谷 松子 橡栗 以及各种各样 吃的东西 鸟儿们正饿得 晕头转向 一看这么多的食物 真恨不得 马上跑上去吃个饱 可是 这毕竟是凤凰一个人 多年积攒下来的食物 自己以前还嘲笑过他 现在怎么好意思 再吃他的东西呢 想到这 鸟儿们都站在了洞口 望着里面的食物发呆 却又犹犹豫豫的 不敢进去 凤凰见了 连忙说 大家不要客气 尽管吃吧 我储藏了这么多年的食物 不就是为了预防 现在的状况吗 见白鸟还是不动 凤凰索性走进山洞 把食物搬了出来 分给了大家 鸟儿们都非常感动 他们终于明白了 凤凰以前 辛勤劳动的原因 也明白了 居安思危的意义 凤凰储存的食物 帮助白鸟渡过了难关 商议以后 白鸟一致决定 推举凤凰 为白鸟之王 为了感激他的救命之恩 每只鸟儿还从自己的身上 选了一根最漂亮的羽毛 拔了下来 汇集在一起 做成了一件 五彩缤纷的白鸟衣 献给了凤凰 从此呢 凤凰就成了最漂亮的鸟 后来每年凤凰过生日的时候 白鸟都会从四面八方飞来 带着各种各样的图 向凤凰表示祝贺 这就是传说中的白鸟嘲凤 麒麟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熊的叫做齐 雌的叫做铃 合起来就称为麒麟了 据说它形状像马 长着龙头 牛尾 马蹄 浑身还长着鱼一样的鳞片 它口能喷火 吼声如雷 但性情却十分的温和 从来不伤害人畜 连花草也不随便的践踏 因此人们又称它为人寿 把它作为吉祥的象征 相传春秋时候 在山东曲阜有一条雀里街 街上有一户姓孔的人家 这家的男主人叫做书梁鹤 女主人叫做颜辉寨 书梁鹤66岁了 他有很多的女儿 但是儿子却只有一个 叫做孔孟啤 而孔孟啤的脚还天生有残疾 不能担当家业 夫妻俩十分的忧虑 常常一起到附近的泥山上去祈祷 希望上天能再赐给他们一个儿子 也许是书梁鹤和颜辉寨的祈祷 感动了上天 不久以后呢 颜辉寨真的是怀孕了 一天夜里呢 忽然有一头麒麟 踏着祥云来到了雀里 他浑身的鳞片金光闪闪的 非常的漂亮 麒麟举止优雅 他走到恐吓家附近 不慌不忙的从嘴里吐出一块方箔来 上面还写着文字 水晶之子孙 衰舟而肃亡 灰再贤明 第二天 麒麟不见了 从书梁鹤家中传出一阵响亮的婴儿蹄哭 一个小男孩降生了 邻居们都说 都是麒麟送来的孩子 那块方箔上写着的字 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会是帝王一样的德性 却不拘帝王之位 所以叫做肃王 是一位难得的大贤之士 书梁鹤听了 非常高兴 他想了想 觉得这个孩子是自己和妻子经常去泥山祈祷 感动上天才得到的 所以呢 就给孩子起名为邱 自中泥 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 果然具有大贤大德 被尊称为肃王 万事师表 古往今来 为无数读书人所敬仰 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圣人 孔子 而麒麟送子的故事 也由此流传开来了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天仙佩的故事 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 有七个聪明美丽的女儿 但只有小女儿最受父母的宠爱 西仙女不仅生的貌美如花 而且还心地善良 天上的神仙都很喜欢她 不过她也是最淘气的 每日待在天庭里 让她十分的厌烦 她很想到人间去走一走 可是她要求了父母很多次都被拒绝了 这天呢 她趁着王母娘娘的生日 又向母亲提起了此事 王母娘娘心情大好 就允许他们姐妹七人到凡间走一趟 但务必尽快返回天庭 七仙女高兴地答应 于是小仙女和六位姐姐一同来到了人间 在人间 一个名为董勇的青年正在卖身葬妇 董勇自幼家境贫寒 母亲早早地就离开了人世 后来呢父亲又病倒了 使得一家人的生活更为拮据 为了给父亲治病 董勇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 可即使如此 他也没有阻止父亲离开的脚步 当父亲死去 董勇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 他虽然不能为父亲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 但是还是希望父亲能够尽快入土为安 可是他实在想不到其他抽钱的办法了 所以就只能在大街上卖身葬妇 只要有人愿意出钱帮他把父亲安葬 他就愿意为其做三年的免费苦力 后来一个姓王的财主出钱埋葬了董勇的父亲 而董勇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他的家奴 董勇卖身葬妇的一幕 恰好被刚到凡间的七仙女看到了 他被董勇的至孝至诚感动了 决定留在人间帮忙这个孝子 七仙女漫步在河边 忽然发现一棵老槐树很是特别 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棵树并非普通的槐树 而是经过了千年修炼的槐树经 七仙女向槐树经说明了自己的心思 并请槐树经为他与董勇说明 槐树经知道对方是天上的七仙女 有些害怕 他好不容易才修了一些道行 要是让玉帝知道 他给七仙女和凡人说明 岂不是要降罪于他 可是看到呢 七仙女一片的赤诚 再说他也是确实想帮董勇 所以就冒险答应了此事 董勇感激王财主出钱帮助自己葬妇 因此到了王财主家后 就开始拼命的干活 每天天不亮 他就赶着老牛到地里干活 等到天黑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 然而董勇的苦干 并没有换来王财主的同情 反倒是换来了更为繁重的劳动 这个王财主本来就并非善人 他之所以出钱帮助董勇葬妇 完全是因为董勇的勤劳能干 而且只出很少的钱 就可以换来三年的免费苦力 这种便宜事恐怕并不多见 如今见董勇比他想象的还要能干 他自然要多安排一些活来让董勇干 董勇没日没夜的干活 辛苦疲惫 自不必说 其内心的苦楚才是最折磨人的 他常常想 自己要何时才能结束这种生活 恢复自由之身呢 三年虽说不长 但如此干下去 他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等到 三年期满的那一天 这天他又到地里干活 中途实在太累了 就到老槐树下乘凉 他实在太苦了 又没有任何的倾诉之处 所以就忍不住向老槐树倾诉了起来 董勇并不知道 这棵老槐树早已成精 能够听懂他所说的一切 在董勇发泄完打算离开的时候 老槐树忽然开口说话了 董勇啊 我知道你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好人 你应该有好的命运 我虽然帮不上太大的忙 但是我可以为你促成一段姻缘 今天晚上 你就在槐树下等着 到时自会有一位女子前来与你相会 那位女子将会成为你的妻子 她会帮助你渡过难关的 董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穷得连自己的家都没了 怎么还敢奢望一段好的姻缘呢 又有哪个女子愿意嫁给他这个 连自由都没有的穷光蛋呢 虽然有些不敢相信 但是年轻人都是渴望爱情的 他还是很期待晚上的相会 当天晚上 董勇早早的就来到老槐树下 等待着那位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子出现 七仙女在得到槐树经的通知以后 也来到了老槐树下 槐树下的董勇 虽然衣衫蓝绿 但其俊朗的外表还是掩盖不住的 七仙女无悔自己的选择 他慢慢的走到了槐树下 站在董勇面前 董勇抬起头看到七仙女 马上被七仙女美丽惊呆了 他没想到这位有如天仙的女子 竟会走进自己的生活 成为自己的妻子 董勇被七仙女迷住了 可是呢 李智还是让他毫无隐瞒的 将自己的情况都告诉了七仙女 七仙女再一次 被董勇的诚实所感动 他笑着对董勇说 没关系 我愿意和你一起还债 直到三年期满的那一天 董勇和七仙女结为了夫妻 他们并没有举行盛大的婚礼 甚至连酒席都没有办 两个人只是简单的行了仪式 便生活在了一起 董勇将七仙女带回了王财主家 于自己挤在一间茅草屋里 看着美丽的妻子 要跟着自己受苦 董勇很不忍心 因此干起活 更有劲了 他必须尽快的重获自由 给妻子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 让妻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而在七仙女看来 即使与董勇寄人篱下 住在茅草屋中 他也已经非常幸福了 董勇对他的呵护备质 让他感到了爱情的温暖 这也是他从没有感受过的 七仙女的到来 给了董勇很大的动力 但没过多久呢 王财主便发现了七仙女的存在 王财主是个好色之徒 见到美丽的七仙女 就想要将其占为己有 他想董勇是自己的家奴 又穷得叮当响 只要他向董勇开个优厚的条件 就一定可以得到七仙女 这天他叫来了董勇 和颜悦色的说 董勇啊 看你每日那么辛苦 我实在是心有不忍 如今呢 我有一个让你重新获得自由的方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尝试 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欠我的债就一笔勾销了 从此以后你就自由了 听到可以马上获得自由 董勇非常的高兴 忙问王财主是什么条件 可当王财主提出 要霸占他的妻子时 董勇气得脸都变了颜色 他愤然拒绝了王财主的无理要求 并警告王财主 不要再打七仙女的主意 没有如愿的王财主 当然也很生气 对董勇更加的苛刻起来 他决心报复董勇 让董勇知道他的厉害 他让董勇每天磨100斤豆腐给他 如果磨不完就要接受惩罚 于是 董勇开始没日没夜的磨豆腐 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间 一连三天三夜 他连眼睛都没合过 七仙女看到丈夫这样 没日没夜的磨豆腐 很是心疼 他来到的豆腐坊 对董勇说 你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快去睡一会儿吧 我来帮你磨 可是董勇说什么都不肯 让妻子跟自己受苦 他已经很不忍心了 怎么能让柔顺的妻子 来做这种粗活呢 七仙女拗不过他 就坚持要在豆腐坊陪他 董勇答应了 七仙女假称 要给董勇姐妹 就念书给他听 董勇听着听着就入了神 不觉得放慢了脚步 可磨盘却加快了转速 没用多久 一百斤豆腐就磨好了 自打七仙女 陪着董勇磨豆腐以来 董勇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就可以将豆腐磨好 这样他就有多余的时间休息了 王财主见董勇 每天都能按时 叫出一百斤的豆腐 很是纳闷 心想 这个董勇果然是能干 为了难为董勇 他要求董勇一天 磨出两百斤豆腐来 这下董勇可犯难了 一百斤豆腐尚且吃地 那两百斤的豆腐 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 七仙女 让董勇不必担心 他自有办法 七仙女用法力 磨出了两百斤的豆腐 准时交给了王财主 这下王财主可彻底惊呆了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董勇是怎么做到的 他觉得 其中肯定有诈 于是呢 便偷偷窥视豆腐房的情况 王财主家的下人 来到董勇磨豆腐的房间外 他捅破窗户纸向里一看 差点惊叫出来 只见董勇正趴在桌上睡觉 七仙女坐在他的身边 而磨盘却在飞快地转 下人将自己看到的一切 告诉了王财主 王财主呢 有些不敢相信 非要自己去看 在被自己的眼睛证实以后 王财主确定 七仙女有某种非凡的法力 可他还是想再试一试 七仙女的本事 于是呢 便提出要求 只要七仙女能在三天之内 支出三十匹财帛 就可以为董勇赎身 七仙女答应了 晚上他叫来了自己的六位姐姐 与自己一起支帛 三天过后 七仙女果然交了三十匹财帛 王财主虽然有些后悔 但是也不能甩赖 只好放了董勇 七仙女和董勇离开了王财主家 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建起了他们的新家 从此过上了男更女之的幸福生活 然而呢 好景并不长 王母娘娘得知七仙女和凡人婚配后 非常的生气 命令天兵天将将她抓了回来 七仙女被天兵天将带走了 只剩下董勇 一个人孤苦伶仃的生活在世上 她每天呢 都会在老怀书下等待着七仙女的回来 可知道她闭上眼睛 也没有再等到七仙女 从前呢 有一位姓祝的园外 她有一个女儿 叫做朱迎台 朱迎台从小就生的美丽灵秀 聪明可爱 祝园外夫妇十分疼爱这个女儿 英台呢 自小就十分喜欢读诗书 17岁那年 她想去外地求学 可是在那个年代 女孩子是不能进学堂的 英台好不容易 才说服了父母 女扮男装去杭州求学 有一天在路上忽然下起了大雨 英台到旁边的一个亭子里 遇到了一个书生 一问之下 她才知道书生名叫梁山伯 也是去杭州求学的 两人呢 越聊越投机 后来索性一结金兰 成了异性的兄弟 他们结伴赶路 一起到了学院 到了学院以后呢 梁山伯和朱英台又恰好分到了同一个学堂里求学 在书院读书的日子里 他们白天用一个书桌 晚上住一个房间相互照应 感情呢 也就越来越深厚 英台每天都小心翼翼 不让别人发现自己女孩子的身份 有一天 梁山伯与朱英台正在一起读书 山伯一抬头 忽然发现英台的两个耳朵上 各有一个小洞 山伯就非常的奇怪 便问道贤弟 你的耳朵上怎么会有耳洞啊 英台连忙笑着答道 梁兄啊 是这样的 我自小的身体就不好 小的时候 父母就拿我当女儿养 所以呢 在耳朵上扎了个耳洞 还戴过耳环呢 山伯也是一听就笑了 说原来是这样啊 转眼三年就过去了 有一天 英台接到了父亲的一封信 信里父亲催他赶快回家 英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梁山伯 两人即将分别 彼此都非常的难过 英台收拾好行李 梁山伯心中难过 非要送送英台 英台呢 点头 答应了 山伯和英台一面走 一面聊 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 两人一会儿欢笑 一会儿沉默 彼此心里都舍不得对方 英台很想告诉山伯 自己是女孩子的事 但又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 正在这时 他看到旁边的河里 有来两个大白鹅 便指着他们 对梁山伯说 梁兄你看 前面那两只大白鹅 公鹅正在前面游 母鹅在后面叫着哥哥 山伯看了看 忍不住笑的出来 贤弟 鹅又不会说话 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叫哥哥呢 英台在心里气得直过去 说 我怎么看不出来 你看那白鹅正朝着你微微笑 他笑着你 梁兄真像个呆头鹅 梁山伯听了 莫名其妙 便也装出生气的样子 说既然我是呆头鹅 那从今以后 你莫要叫我梁哥哥 英台一听 连忙拉住梁山伯的一脚说 梁兄小弟说错了 山伯说 以后别这样 英台答 嗯 不这样了 他们说说笑笑 又往前走 前面是一座独木桥 英台迟疑着 有点不敢往前走 梁山伯见状便说 贤弟 不要害怕 来我扶你过去 英台红着脸呢 握着梁山伯伸过来的手 一边走 英台一边问 梁兄 你看我们这样 像不像牛郎之女杜鹊桥呀 山伯听后呢 以为英台在开玩笑 便说你啊 英台也眼着嘴 偷偷的笑 二人不知不觉 已经走了很远 朱英台 眼见自己已经走得这么远了 有些过意不去 便说 梁兄 你已经送了我这么远了 有道是 宋君千里 终须一别 不如我们就在这里分别吧 山伯望着朱英台 心里生起一股莫名的伤感 他说贤弟 我们相处了三年 情深义重 就让于兄再送你一程 送你到当初我们结拜的长亭吧 朱英台呢 十分感动 两人谁也没说话 默默的向前又走了一段 走到了长亭 临别的时候 朱英台迟疑了一下 问道梁兄 我还有一句话 想要问问你 不知道梁兄是不是已经结婚了 梁山伯回答道 贤弟 你早就知道我还没结婚 何必今天又问呢 朱英台回答 梁兄既然如此 那就这样 我想给你做个梅 梁山伯就问他 贤弟愿意替我做梅 当然好 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的小姐 然后呢 朱英台就说 我有一个妹妹 排行第九 大家都叫她九妹 不知道梁兄 愿意不愿意 九妹长得可像贤弟 朱英台回答道 九妹的长相 和我朱英台一模一样 梁山伯听了便说 既然这样 那就多谢贤弟替我 成了死事 朱英台含着眼泪 说道 梁兄啊 你可要尽早来我家提亲 你记住 我约你七月初七这一天 到我家来 说完了 朱英台就告别了梁山伯 转身踏上了回家的路 却说 朱英台回到家里以后呢 才发现原来父亲催着他回家 是要把他嫁给一个 叫做马文才的人 马文才的父亲是一个大官 但是马文才这个人 却不学无术 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 是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朱英台当然不愿意嫁给他了 住院外便把他关了起来 锁在屋里 不让他出门 而梁山伯回到书院以后 看的一切如故 只是没有了朱英台的身影 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像少了点什么东西似乎 夜里他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着觉 白天也吃不下去饭 他的师母见了他这个样子 便对他说山伯 其实朱英台是个女孩子 你这个样子是喜欢上他了 梁山伯这才恍然大悟 他又想起 朱英台临走时对他说的那些话 更是明白了 他立刻赶回家中 告诉了父母 就准备去了朱英台家提亲 可是等他到了朱家之后 才发现朱元外 早已经将朱英台 设配给了马文台 朱元外嫌梁山伯家里太穷了 不肯把女儿嫁给他 朱英台知道梁山伯来了 不顾阻拦 冲了出来 与梁山伯相见 梁山伯看了身着女装 美若天仙的朱英台 又惊又喜 但是呢 朱元外 马上就让人把朱英台抓回了房间 还派人把梁山伯打了一顿 赶了出去 梁山伯回到家中 又是伤心 又是气愤 生了一场重病 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朱英台听说这个消息 他哭的也是死去活来 晕过去了好多次 醒来以后呢 朱元外说 现在梁山伯已经死了 你还是听我的话 嫁给马公子 朱英台止住了眼泪 说了 好 我听您的 但我有个要求 成亲那天 花轿要从梁山伯的墓前经过 我要下轿亲自的祭拜他 朱元外听了 也只得答应了女儿的要求 成亲的那天 朱英台穿起了红架衣 告别了父母 上了花轿 吹鼓手们吹吹打打 气气洋洋 花轿在路上稳稳地走上 不一会儿就到了梁山伯的墓前 朱英台从花轿中走了出来 跪在梁山伯的墓碑前 放声痛哭 直哭的是天昏地暗 忽然之间呢 地上刮起了大风 天色变得昏暗一片 沙石四散飞扬 打得旁边的教夫和吹鼓手 全都睁不开眼睛 就在这个时候 天上下起了暴雨 只听 琵琶一声巨响 梁山伯的墓被雷电劈开了 劈开了一条大口子 朱英台仿佛看到了躺在棺材里面的梁山伯站了起来 正微笑着张开双臂迎着他 朱英台一下子扯下了身上的红架衣 露出了里面雪白的衣裙 奋不顾身地扑进了墓里 墓又缓缓地合上 天空重新地放晴 梁山伯的墓旁长出了无数的鲜花 鲜花丛中一对彩蝶扑扇着翅膀 轻轻地飞向了远方 人们都说呀 这对美丽的蝴蝶就是梁山伯和朱英台所化成的 他们从此相亲相爱再也不会分离了 这个就是梁山伯与朱英台的故事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葫芦娃的故事 从前呢 在一个小村子里住着一个老阿妈 她有一个女儿 名叫春姐 心灵手巧 她织的布能引来天上的百灵鸟和林间的花蝴蝶 一天 春姐正在院子里织布 忽然听到草丛里传来的声音 春姐拨开草丛一看 原来是一只受了伤的燕子 正挣扎着想飞起来 春姐发现燕子的腿摔断了 就连忙找来草药 给她敷在了腿上 燕子休息了几天 腿伤好了 就飞走了 过了两天 燕子飞回了春姐家中 她绕着春姐飞了好几圈 然后停在了她的手上 张开小嘴 把一颗金黄色的种子 放到了春姐手上 然后就飞走了 春姐将种子种在自家的院子里 没过几天 拨下种子的地方 就长出了一颗绿油油的小苗 春姐过去一看 发现原来是一颗葫芦苗 又过了几天 葫芦苗长大了 葫芦藤上还接了一个小葫芦 看上去十分可爱 春姐忍不住 伸手摸了摸她 她的手刚一碰到 葫芦就啪的一声裂开了 一个粉脸粉塞的小娃娃 落在了她的手上 她小极了 站起来 还没有春姐的手指那么高 但是她却长得十分漂亮 一双眼睛闪着亮亮的光 精神急了 春姐和阿妈给她起了名字 就叫做葫芦娃 从此呢 葫芦娃就住在了春姐家 老阿妈和春姐对她都非常的好 葫芦娃也经常帮助老阿妈 和春姐绑杀织布 有一天 春姐像往常一样 在院子里织布 忽然从西北方刮来了一阵狂风 风过去以后 春姐不见了 老阿妈急得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呢 葫芦娃跳到她面前 对她说 老阿妈你别着急 我去把春姐姐找回来 葫芦娃跑到小溪边 找到了见多识广的花蝴蝶 问到她 花蝴蝶 你每天飞来飞去 一定知道春姐姐被风刮到什么地方去了吧 花蝴蝶说 在很远很远的西北方 有一座高高的大山 名字呢 叫做聚宝山 聚宝山上住着一个绿脸腰 专门抢 手巧的姑娘给她织布 春姐呢 一定是被她抓走 葫芦娃说 谢谢你啊 我这就去那 把春姐姐救回来 花蝴蝶赶紧对她说 葫芦娃那太危险了 听说那个绿脸腰神通广大 她喊一声 山峰都会摇三摇 她吹口气呢 河水都能结成冰 你去了肯定回不来了 葫芦娃摇摇头说 我一定要把春姐姐救回来 说完 她拿上干粮 就向西北方出发了 半路上 葫芦娃遇到了金翅鸟 金翅鸟问她 葫芦娃你要去干什么呀 葫芦娃说 我要去救我的春姐姐 你愿意带我去吗 金翅鸟点了点头 飞到了她的身边 于是 葫芦娃就骑在了金翅鸟的背上 向西北方飞去了 不知飞了多远的距离 金翅鸟停了下来 对葫芦娃说 葫芦娃 我听到了青蛇在地上爬行的声音 看到了怪虫在旁边飞舞的轨迹 这地方太可怕了 我们还是回家吧 葫芦娃说 不行 我还没有找到春姐姐呢 我肯定不能回去了 金翅鸟见说不动葫芦娃 就拍拍翅膀 自己掉头飞回去了 葫芦娃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走啊走啊 直磨的鞋都破了 脚掌都流出血来了 她也没有放弃 她渴了呢 就喝点山泉水 饿了呢 就吃野果 走了整整七天 她放眼一望 忽然发现前面有一座高极了的大山 天空中的云彩 才到了半山腰 这个呢 就是聚宝山 葫芦娃未尽了力气 爬上聚宝山的山顶 山顶上有一座宫殿 葫芦娃隔着宫殿的水晶墙 偷偷往里面一看 绿脸腰正坐在宫殿里 好像睡着了 葫芦娃刚想走过去 没有想到绿脸腰就忽然醒了 她大喊一声 有生人的味道 然后向旁边的岩石吹了一口气 山顶上的岩石和冰块 立刻就把葫芦娃冲走了 冰水寒冷刺骨 把它也冻得昏了过去 等葫芦娃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落在了一棵大松树上 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 这棵大松树长在悬崖上 一个不小心 就会掉进万丈峡谷里 葫芦娃十分的着急 忽然旁边飞来了一只大鸟 葫芦娃呢 灵机一动 等鸟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 纵身一跳 跳到了大鸟的背上 对她说 大鸟啊大鸟 我来找我的春姐姐 你知道她在哪里吗 大鸟说 在宫殿后面有几间石头屋 有一个被绿脸腰捉来的姑娘 被关在了那里 葫芦娃听了说 大鸟 你能带我到那里去吗 大鸟点了点头 带着葫芦娃飞到了山顶上的 水晶宫殿的后面 葫芦娃说 谢谢你啊 大鸟 然后呢 向下一跳 刚好落在了一堆稻草上面 葫芦娃这一看 果然有三间石头七成的房子 屋子里有一个姑娘 正在一边织布 一边流泪 正是她的春姐姐 她连忙从窗户的缝隙里 跳了进去 喊道 春姐姐我可找到你了 春姐呢 她一看是葫芦娃 又惊又喜 高兴的流下泪来 葫芦娃说 春姐姐 你也别着急 我一定救你出去 她看了看四周 大门是用大石头做成的 窗户上呢 也插满了坚硬的铁条 葫芦娃问春姐 妖怪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呢 春姐说 钥匙就在她的手腕上 一刻也不摘下来 春姐姐你等着我 我一会就回来 说完就从窗户缝里 跳了出去 葫芦娃来到大殿 见到绿脸妖怪 躺在床上 睡得正香了 葫芦娃捏手捏脚的 走了过去 把钥匙从她的手腕上 拿了下来 因为葫芦娃太小了 钥匙居然比她还要大 葫芦娃只能把钥匙 扛在肩膀上 一点一点的挪 走到门口的时候 钥匙不小心碰到了门框上 发出了钉的一声 绿脸妖一下子醒了过来 她刚要抓葫芦娃 葫芦娃就躲到了墙缝里 绿脸妖想用手把她抓出来 却怎么也伸不进去 气得坐在一边 呼呼的直喘气 葫芦娃呢 趁这个机会跑了出来 站在支撑大殿的石柱子旁边 大声喊道 绿脸妖 我在这儿呢 来抓我呀 绿脸妖气得张开大嘴 一下子咬了过去 没抓到葫芦娃 却把大柱子咬断了 葫芦娃又跳到 另一根柱子底下 绿脸妖又咬断了这一根 不一会儿 大殿里的柱子 就全被她咬断了 只听轰隆隆的一声 大殿塌了下来 绿脸妖也被砸死了 葫芦娃扛着钥匙 跑到小石屋 拿着钥匙 打开了门锁 救出了春姐 下山的时候呢 葫芦娃觉得十分口渴 就跑到一个山泉边 拼命的喝起水来 忽然春姐惊讶的喊道 葫芦娃你长高了 葫芦娃低头一看 自己在泉水里的倒影 果然长得很高 又壮实又英俊 春姐和葫芦娃手拉着手 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白蛇传的故事 很久以前呢 有一位白蛇娘娘 名字叫做白素贞 她原本是一条白蛇 因为天生具有灵性 又经过了千年的修炼 便具有了法力 可以化成人形 她还有一个干妹妹 叫做小青 是一条小青蛇画来的 姐妹俩常常化成人形 次处的去游玩 这一天 白娘子和小青 去西湖边游玩 西湖岸上 桃红柳绿 风景如画 白娘子和小青 这边走走那边看看 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 高兴极了 可是没一会儿 天空中忽然阴云密布 转眼之间就下起了大雨来 白娘子和小青 无处藏身 被大雨淋的湿透了 正在发愁的时候 忽然头顶的雨好像停了 白娘子回头一看 原来不是雨停了 而是一位清秀儒雅的年轻书生 正撑着伞 为他们遮雨 自己却被大雨淋湿了 轻步衣袍上 满是深色的水迹 白娘子与书生望着对方 都不由得湿了身 小青健壮 忙把伞接了过来 说道谢谢 白娘子也是身诗意理 说道 真的谢谢这位相公 书生连忙还礼说 二位不用客气了 白娘子又问道 请问相公高姓大名 家住何处 改天好将伞还给相公 登门道谢 书生就说道 小生姓许 名叫许仙 就住在这西湖边上 白娘子和小青道了谢 便撑着伞离开了 几天以后 白娘子和小青 果然在许仙的家里来还散 此后一来二去 许仙与白娘子之间互生了爱慕 不久就成了亲 成婚以后 许仙和白娘子带着小青 开了一间名叫宝和堂的药店 由于许仙医术高超 心地又善良 治好了很多的疑难杂症 遇到贫苦的百姓 有的时候呢 还赠医赠药 不收分文 就这样 一传师十传百 很快就成了当地老百姓 交口称赞的好大夫 白娘子经常到山里去 采摘草药 帮助丈夫 两人彼此恩爱 生活幸福极了 但是呢 好景不长 宝和堂的生意红火 却惹恼了一个人 就是附近金山寺的法海和尚 法海和尚 会一些法术 平常靠着给老百姓 发一些符咒 丹药 收取一些钱物 老百姓以前有了病 都去金山寺找他 但是许仙和白娘子的 宝和堂一开 就再也没有人去找他了 于是呢 法海就非常的生气 有一天 他就来到宝和堂 想看一看 究竟是什么人 敢和他抢生意 法海和尚 装成了一个云游僧人 走到了宝和堂的门前 正好看到白娘子 在大堂里 给人看病 法海这定睛一看 哇 原来这白娘子 是一条蛇腰 他心思一转 就有了主意 一天 趁白娘子不在 法海和尚 敲着木鱼 来到许仙家门前 对许仙说 先生 你的脸上有股妖气 许仙吓了一跳 连忙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法海和尚 在屋里走了一圈 说道 你的娘子 是白蛇变的 你要赶快离开他 才能保住性命 许仙一听 非常的生气 你胡说什么呢 我的娘子 善良美丽 怎么可能是蛇腰呢 法海便说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在端午节那天 拿一些熊黄酒 给你的娘子 看他敢不敢喝下去 许仙十分的生气 但心中也不免有些疑惑 到了端午节这一天 他果然拿了一些熊黄酒 让白娘子喝下去 白娘子知道 许仙怀疑自己 没有办法 便只能喝了一口 没想到一口喝下去 白娘子立刻就头晕眼花 他勉强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来到床边 一下子就睡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 许仙轻手轻脚的 来到了白娘子的床边 他撩起帘子一看 床上躺着的 居然是一条大白蛇 许仙呢 就一下子吓得昏死过去了 白娘子醒来 见到许仙已经没有了气息 禁不住痛哭起来 小青在旁边说 姐姐哭有什么用呢 还是赶快想办法吧 白娘子这才想起来 在昆仑山上 有一种灵芝草药 吃了它 人就可以回过魂来 他连忙赶去了昆仑山 找到了灵芝草 他偷偷的摘了一颗 刚想飞走 却被南极仙翁抓到了 白娘子向南极仙翁 诉说自己的事情 仙翁呢 也十分的同情他 便破例 准许他带走一颗灵芝仙草 白娘子谢过了南极仙翁 赶紧飞回到家 用灵芝草熬好了药汤 把许仙救了回来 法海和尚呢 见自己的计策没有成功 便把许仙骗到了金山寺里 把他关了起来 白娘子见丈夫 一连几天没有回来 心机如焚 他四处的打听 终于打听到了许仙 被关在了金山寺 白娘子带着小青 划着小船 来到金山寺的门前 苦苦的哀求 请法海放了许仙 可是法海不但不放人 还骂白娘子是蛇妖 举起手中的青龙杖 就向他打了过去 白娘子呢 这时候已经怀了身孕 打不过法海 一阵打斗之后 白娘子有些支撑不住了 于是呢 他拔下头上的金簪 迎风一挥 海面上立刻就掀起了滔滔的巨浪 直逼金山寺 法海一见 连忙脱下自己的袈裟 向空中扔去 袈裟变成了一道长堤 挡在了金山寺的门外 大浪涨一尺 长堤就高一尺 怎么也延不过金山寺 没办法 他只能暂且逃回了杭州 后来被关在寺里的许仙 趁法海不注意逃跑了 他回到家里一看 家中已经人去楼空 他非常的伤心 从此呢 就把自己关在家里面 每天以泪洗面 第二年的春天 又是一个阴雨天 许仙想起了自己与白娘子 初次相识的情景 便又来到西湖的断桥边 正当他伤心之际 忽然听到有人喊他 他转眼一看 竟然是白娘子 夫妻相见 忍不住 就抱头痛哭 许仙和白娘子回家之后 没过多久 白娘子就生下了一个 白白胖胖的男孩 许仙非常的高兴 转眼到了孩子满月的这一天 许仙的家门来了一个 卖东西的小贩 许仙见他那里有一个 非常漂亮的金凤冠 便买了下来 送给了白娘子 白娘子也十分的喜欢 坐到镜子面前 把金凤冠戴在了头上 可谁知呢 白娘子刚一戴上 金凤冠就立刻变小了 他紧紧的 孤住了白娘子的头 疼得白娘子昏了过去 这时 那个小贩跑了过来 原来他是法海变的 他朝着金凤冠 吹了一口气 凤冠马上就变成了 一个金波 白娘子被金波收了进去 从此以后 白娘子就被压在了 雷锋塔底下 小青见姐姐被抓 忙上去与法海争斗起来 但是他实在打不过法海 没有办法 他只能化作了一缕青烟 逃到了深山 许仙抱着自己的儿子 泪流满面 他苦苦的哀求法海 但是法海怎么都不答应 后来 许仙将儿子托付给了亲戚抚养 自己就出了家 在雷锋塔旁边搭了一间小茅屋 每天守着白娘子 小青自从跑回深山以后 每天都在努力的修炼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打败法海 救出自己的姐姐 不知道修炼了多少年 小青觉得自己的法力已经很高了 他便离开了深山 来到了金山寺 找法海复仇 法海一见小青来了 知道他是来复仇的 便拿起了青龙拐杖 和小青打了起来 小青原以为自己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 法力已经变得很强了 但是呢 法海这些年也没有放松修炼 法力同样是比以前高了很多 小青手持宝剑 法海手握青龙拐杖 叮叮当当的打了三天三夜 都是不分胜负 最后法海渐渐的支撑不住了 他的青龙杖被小青一下打飞 情急之下 他拿出了金波 想像当年收白娘子那样 制服小青 小青一见金波 想起了姐姐的遭遇 不由的一股怒火直冲心头 他提起宝剑 一下子刺穿了金波 法海一见自己的两件法器 都被小青破掉 吓得连忙跑回了金山寺 小青见法海跑掉了 也不追 他就站在四门外 念动咒语聚集起了自己 这么多年得来的法力 呼着从口中喷出了一股神火 火苗刹那间包围了整个金山寺 法海一见没有地方跑了 便连忙躲在了螃蟹肚脐下面的一道缝里 再也不敢出来 小青虽然打败了法海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推倒雷锋塔 只能望着塔伤心 多年以后 许仙和白娘子的儿子长大了 还中了状元 小青对他讲述了白娘子的遭遇 白娘子的儿子听了以后 忍不住的泪流满面 他来到雷锋塔下 大喊一声娘 随即跪倒 磕了三个响头 只听轰隆一声 雷锋塔倒掉了 白娘子从塔底走了出来 仅仅抱住了自己的儿子 母子俩抱头痛哭 这个时候 许仙也从塔边的草屋里走了出来 这样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 而法海自从钻进了螃蟹壳里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原先螃蟹也都是直着走路的 但自从钻进了一个横行霸道的法海 也就变成横着走了 之前呢 我们讲到了范李 范李是文才神的一个 那他与西施有一段美好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范李和西施的故事 战国时 南方有一个国家 名叫越国 越国曾经是个很强大的国家 但后来因为国势不振 渐渐的衰落了下去 这时候呢 旁边的吴国国王夫差 趁着这个机会带领大军 打败了越国 占领了他的土地 越国的国王勾剑 没有办法 只能向夫差 俯首称臣 夫差没有杀死勾剑 只是让他做了自己的奴仆 对他百般的侮辱 勾剑咬着牙忍了下来 他装作一副谦逊的样子 细心的服侍着夫差 使夫差放松了警惕 放勾剑回了越国 勾剑一刻也没有忘记 自己受过的奇耻大露 他回到越国以后 一心振兴国家 报复夫差 这个时候呢 勾剑手下名叫范黎的大臣 给他出主意说 要想光复越国 要让百姓休养生息 积蓄力量 等待时机 二 是要继续表现出谦卑的样子 让吴王夫差放松警惕 还要给他进献珍宝美女 让他沉迷于酒色之中 顾不得朝廷的政务 勾剑听从了范黎的建议 他颁布了很多 有利于百姓的政策 让他们休养生息 同时 勾剑还派范黎 到全国各地去寻法美女 用来进献给夫差 范黎接受了命令 到全国各地 去遍访美丽的女子 可是他走了很多地方 见了很多女子 其中也不乏美丽的姑娘 但是真正具有青岛众生的美貌女子 却一直没有找到 这天 范黎在一座大山里 转悠 不知不觉的呢 就走到一个小村子里 他远远的看见一个姑娘 正在西边洗衣服 姑娘洗完衣服站起来 转身向村子里走去 范黎一看 不禁呆住 哎呀 这个姑娘太漂亮 水里的鱼 见到她的美貌 都沉了下去 这不正是她要寻找的人吗 范黎连忙跑了上去 叫住了姑娘 说道 姑娘 我是从外地来的商人 偶尔走到这里 迷了路 姑娘可以给我一碗水喝吗 姑娘点了点头 说道 好的 先生跟我来吧 姑娘带着范黎 回到了自己家中 给她端来了水 范黎一边喝 一边问 请问姑娘贵姓 姑娘说 自己名叫西施 家里面没有什么亲人 自己一个人 靠着打柴为生 交谈中 范黎被西施的美丽和温柔 深深的打动了 她爱上西施 西施也被眼前这位英俊潇洒的公子所吸引 两个人情投意合 彼此就含情默默 但是范黎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她迟疑了很久 最终还是对西施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并问她是否愿意去 吴国服侍夫差 为越国的复仇争取机会 西施听了 心里非常的痛苦 她扑进范黎的怀里 痛哭失声 一想到自己要远离家乡 远离恋人范黎 去异国他乡 服侍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她的心里就悲痛异常 但是她考虑再三 为了国家的振兴 她还是决定 接受了范黎的请求 同意去吴国迷惑夫差 她临走之前 她与范黎约好 越国复仇成功之后 就一起远走高飞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西施呢 到了吴国以后 果然不出所料 吴王夫差 被她的美貌深深的迷住了 每天都陪在她的身边 饮酒作乐 不理朝政 有忠心的大臣向她觐见 她不但不理睬 还把大臣触发了一顿 就这样 吴国一天天的衰落了下去 而在此时 越王勾剑 却每天都在加紧练兵 图谋心腹 她每天都睡在木柴上 还在自己住的地方 挂了一个苦胆 每天都要舔一舔这个苦胆 并且大声的问自己 勾剑 你忘记自己所受的耻辱了吗 以此来激励自己 不要忘记曾经受到的耻辱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卧心肠胆 多年以后 勾剑终于击聚了 足够与吴国对抗的实力 他抓住了一个机会 带领军队 一举打进了吴国的都城 灭掉了吴国 吴王夫差也自杀了 勾剑终于报了仇 他在王宫摆下了宴席 要赏赐在他危难时 不离不弃的大臣们 范里是其中功劳最大的一个 勾剑对他十分的感激 赏了他很多的金银财宝 并封他为高官 但是范里都拒绝了 他说大王 我现在的心思 只是希望能乘着小舟 在广阔无边的江海上 自由的范舟吧 勾剑 见范里心意已决 便不再挽留了 任范里离开 范里划着小舟 来到了吴国附近 私下寻找 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 向他走了过来 范里一看正是西施 原来吴国灭亡之后 他就逃出了王宫 从此呢 范里带着西施 在烟波浩渺的五湖之上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好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